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将这个用户的管理列表制作完成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这节课呢,我们来制作这个用户的搜索列表 好,我们来看一下用户搜索列表的这种显示效果 我们点一下这里的这个菜单,用户搜索 那么右侧呢,会弹出这样的一个搜索的这样一个表单 在这个表单内呢,它有一个这个技巧提示 搜索技巧提示 那么,比如说一个提示什么呢 支持模糊搜索和匹配搜索 好,使用匹配搜索呢,使用型号代替 好,然后呢,是一个输入框 用户名输入框,然后是一个UID输入框 以及一个这个下拉选择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该如何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这个页面 我们打开这个编辑软件 然后呢,我们新建一个这个网页文档 那么给它一个Urasearch OK,Urasearch 那么这个页面呢,就是用来这个制作我们的这个搜索界面 我们把这个List的这个页面呢,给它复制过来 因为两个页面呢,只有这个地方右侧的显示内容 有一些这个微弱的变化 所以说我们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之后呢,来看一下 好,我们先打开看一下它的这种效果 好,打开之后呢,和这个Urasearch 它的这个显示效果呢,它的这个显示效果呢,是一样的,对吧 好,一样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这个更改的这个处理 首先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菜单的这个这个选中状态呢,给它更改一下,对吧 好,那么这里的话应该是这个Active呢,给这个用户搜索 然后呢,把它的用户搜索的这个网址呢,给它更改一下 好,Urasearch,用户搜索 包括下面呢,下面这里呢,还有一个用户搜索 那么链接呢,也需要给它改一下 然后将这个列表的这个class呢,选中的class给它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刷新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是这个用户搜索了 然后旁边呢,这里也是选中了这个用户搜索的这个TableLevy 对吧,LevyTables 好,然后呢,我们需要把下面的这个表格呢,给它去掉 因为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是不需要的,对吧 在我们的这个第二个这个搜索管理里面呢,是不需要 所以说我们把它给去掉,找到这个Table 表格,好,表格给它去掉 以及表格下面的这个分页的话,也是要去掉的 因为这里是用不到的,对吧 好,然后呢,我们对它呢,进行一个这个排版的操作 好,我们选中这个对应的代码对 然后呢,按住这个Table键,那么就可以进行这个缩进的这个处理 OK 那么现在呢,再来看一下 好,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需要将之前的这个Unalist的这个页面的网易地址呢 把这个链进来给它更改一下 好,我们找到这个用户搜索的这个链接给它改一下 以及这个上面的这个用户搜索 那么改了之后呢,就可以实现两个页面之间的切换 好,我们刷新之后呢,来点一下用户管理 没问题,用户搜索,用户管理,用户搜索,用户管理 OK 然后呢,我们来制作这个搜索的表单 首先呢,看一下 那么表单的话,应该是在这个From里面来制作,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制作 找到这个Unalist的,不是List的,是这个搜索页面 然后呢,找到这个Ul的下面 好 下面呢,我们给它加一个这个From 好,那么传递呢,就传到本页吧 给它一个这个参数,传到本页 然后呢,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来写 好,具体怎样来写呢 首先呢,这里是有一个这个技巧提示,对吧 有一个Aletter的这个技巧提示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呢,直接来写 好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写个DV 然后呢,给它一个这个Class Class呢,等于这个Aletter 然后呢,给它一个这个Aletter的这个显示样式 那么给它一个Info OK 然后呢,给它加,给这个DV呢 加一个这个R-O-L-E的这个属性呢 为这个Aletter 好,然后呢,在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来写了 首先呢,我们写一个String 好 然后这里面呢,我们来写什么呢 写这四个字 写这个技巧提示 好,技巧提示 好,技巧提示 然后呢,后面就是提示的内容 那么提示内容呢 好,我们可以来复制一下,对吧 支持模糊搜索和匹配搜索 匹配搜索呢,是用信号代记 复制过来,然后粘贴在下面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搜索技巧的这个提示框呢 就已经出来了 好,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 好,后面的该如何来继续 那么后面呢,是一个这个输入框,对吧 输入框 好,那么这个输入框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from group来制作 好,我们写一个这个div 好,这个组合,对吧 div class等于from group 然后呢,给一个这个提示 然后呢,给它一个这个for 然后叫做什么呢 第一个是用户名,对吧 用户名是lam 然后呢,给它一个提示 那么叫做用户名 标题用户名 好,然后呢 下面呢,来写这个输入框 input 好,input 然后呢,给这个input呢 来添加属性 好,type属性 是这个text 好,然后呢 给它一个这个id id呢,给它这个lame ok 然后呢,再给它一个这个class class等于这个from container silver from ok ok,就它 然后呢,给它一个这个提示语句 那么叫做请输入 请输用户名 好,然后呢 来刷新一下页面 好,那么这样呢 就已经有一个这个用户名的输入框了 ok,然后再往下还需要这个id的输入框和这个下栏 好,我们来写这个id的输入框 id输入框呢 可以直接的按照上面的这种格式来写 好,div class等于这个from club ok 然后呢,给一个level 好,然后呢,给它一个这个for 好,for呢,给它一个这个uid 然后呢,里面呢 就写一个标题就是uid 然后呢,一个input 属性呢,是这个text 然后给一个edit 单位这个uid 然后呢,这个输入框的样式 以及这个提示语句 那么输入uid进行搜索 好,就这样 然后呢,来看一下uid是否显示正常 好,uid 请输入用户uid 请输入用户名 好,然后下面呢 就是一个这个下拉的组件 对吧,下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好,下拉 同样的,也是来一个这个div class呢,等于这个from 然后呢,一个这个level 然后level呢,给它一个叫for 那么叫做 什么呢,用户主 对吧 用户主 那么直接这样来写吧 写个中文的 用户主 好,然后呢 用户主 好,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写一个这个select的这个下拉 好,select 然后呢 写里面的这个组的这个下拉的这个内容 对吧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共有几个这个组 那么首先是限制会员 新手上路 限制会员 新手上路 注写会员 好,还有一个是这个 中级会员和高级会员 好,然后呢 给这个select呢 加一个属性 加一个id 好,id呢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用户主 好,然后呢 给它一个这个样式 好 from,不是from,是class class呢 等于这个from container ok 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好,那么选择会员主的这个功能呢 也出来了 对吧 好,用户主 选择用户主 ok 然后下面呢 还有一个这个搜索的这个按钮 对吧 按钮 好,来写一下 按钮的话 这样来写 好,写一个这个button 然后呢 给一个这个属性 是这个submeter 然后呢 给它这个class 好,class呢 是btn 然后呢 btn-default 然后叫做提交 ok 然后呢 刷新 好,这里 好,提交 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里的话 在演示页面中 这个 这个 搜索的这个区域呢 它有一个这个距离 对吧 也应该有一个这个外边距离 所以我们可以来进行对它进行一些修饰 然后看一下如何来去做 我们检查一下元素 然后给这个from呢 这里呢 加一些样式 那比如说 给它加一个这个padding DemissionPX ok 然后呢 加一个这个border 好,border呢 嗯 再来加 select solid sloid 然后呢 一个像素 然后呢 颜色的话 然后给它取一个ddd 好 然后呢 把这个border的这个顶部呢 给它去掉 torp no ok 然后呢 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就出来了 ok 那么就是这个搜索 然后呢 把这个样式呢 给它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应用到这个from里面去 好 打开这个css文件 mite css 好 然后在下面呢 来加一个 给它这个搜索表单 加一个这个class 好 class 那么class 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这个user search ok 给它这样一个lay 然后呢 给这个呢 加一个这样一个lay的样式 好 这里应该注视一下 有点satch 好 用户搜索 来刷新看一下 好 没问题 那么这样呢 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用户搜索的一个制作 好 然后再往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来这个制作什么呢 用户的这个添加 好 那么这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呢 我们下期课来讲 好 那么这一刻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